地平線 期待黎明 大家好 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地平線 期待黎明 我可以拿這個槍撿東西喔? 我還以為不行 這麼重 希望等一下拍商用場 原來我衝了辛苦班 然後走一走就跟我說 出來囉 安全囉 我認為這就是了 Elyse but Sobeck的辦公室 但...它已經結束了 裡面必須有道路 繼續看 我現在要小心 哇 這次有點多 但感覺好像... 好像並沒有一定要打 下面也沒有看到有什麼資料 那我就晃過去啦 啊 還是等一下啦 躲不掉 欸? 阿波羅到了 Bak 那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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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以最糟糕的情況下 我們前面的挑戰 很大 尤其是 我們必須設計 四個主要的發展 同時 第一 第一 是建築資料 在研究的工具 在世界上保障 第二 是 製造和製造 的 180億 1.8億 寶神病欸 Gamified Curricula By which future humans will commune with Apollo Progressively unlocking heuristic learning modules Leveling up their knowledge and skills they will need to take control of the terraforming system That is the future towards which all of our efforts will be directed Oh 他們還有留下知識喔 But the seed for the flourishing of a new tree of knowledge Welcome and let us begin 偏偏被日食教戰群 而我們就只會害怕 諾拉就只會害怕說 那個 知識會 會怎麼樣啊 邪惡啊 不應該去碰啊 阿波羅更新 寄件人 薩米娜 埃巴吉 收件人 伊莉莎白 索貝克 阿波羅更新 這兩個月來 向遠風採購 河馬資料庫的優點 已經充分展現出來了 阿波羅要傳送的重要資料 得以如期完成 阿波羅不連續的資料 已經超過了4000萬筆 而且持續成長中 物理科學模組 加入軟科學模組後 更...什麼完善 世界史文化資料和媒體資料庫 一如期完工 言語保存即將大功告成 進度略為超前 因為打不到我們保存 4500種語言的目標 在我看來 提早失去巴布亞 辛吉內亞的悲劇 一開始就注定目標無法達成 而且隨附課程發展即將展開 啟發式課程 試驗結果良好 兒童與青少年和亞里斯多德 與阿斯帕西亞的熱絡 互動熱絡 信任度高 我個人覺得 辯論時格外引人路勝 我的教授要有一半 這麼有意思就好了 祝平安 薩米娜 嗨 嗨 嗨嗨 打架囉 我們的人沒有拿到任何的資料 快點 送給我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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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哇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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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凍箭 要我抵战我一个 好边缘啊 诶 这里还有一个东西 他压力一定很大 对 十四十年代的生活在此专门 前面的火爆炉,我做了我的工作,我做了好事 我成为勇气,担心的动作,担心的行动 不是一件事,我成为了我的位置 而成为了决定的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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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 但到什么? 我的唯一最终的成功, 是生命在地上的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aris 辛苦你了 將軍大大 所以這邊是 這些都是儲存中心嗎 這樣感覺都壞掉了耶 所有的硬體 沒有辦法重現當時的昏迷 不會也好 我覺得 你好 蛤 蛤 Imagine you're Gaia, 200 years from now, and this new biosphere growing, it's all gone wrong. Alkalines are skyrocketing, coniferous forests eroding under the lash of superstorms that would have drowned Noah. It's chaos, a spinnetop that won't stop wobbling. And what are you gonna do? Release phase one organisms into that hot mess? Hope their CO2 and methane can balance out what you got started? Hell no. What you're gonna do, Gaia, is step aside while Hades takes over and does what you're just too darn nurturing and life-loving to do. Which is burn that misbegotten mess of biosphere to the ground so Gaia can start over. Okay, not burn. More like reverse terraforming operations and suffocating. But you get the idea. Hades takes the biosphere back to zero. Square one, blank slate. And then, only then, does it hand the steering wheel back to Gaia and say, Try again, oh girl. And better this time, or we'll have to do this again. That's Hades. It's pretty badass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Extinction on demand. Death on speed dial. All for the really good of course, but still, So, welcome to Hades. Welcome to the void. Welcome to the void. Okay, so... If that's the original purpose of Hades, Why does it want me extinct? We need more data. And how does it end up in the wreckage of a Pharaoh Titan Getting worshiped by the Eclipse like some kind of God? I'm learning as you are, Aloy. Keep searching. Take care. You are a little. You can't even remember the name of Hades. And... And it's a lot? Is that is already the set of a trap? 這個世界 老崔和商業化的秘密之音一點關係也沒有 免談見鬼了 對我聽灰色雞群那個樂團30秒 我寧可去灌西大魯的河水 我對上帝和我媽的焚發誓 你要知道 他可是比任何一個人都還要虔誠 胡說八道 轟炸黑底斯實驗室 使牆壁搖晃 讓大家牙齒打讚的 才不是撞擊核心 是死亡金屬小姐 是經典音樂 多半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曲子 幫我弄點荷蘭的死河 日本的血斬 還有瑞典的食恩珠主題也要 你要是想來 想聽就來串文子 或者管他的 實驗室半徑50公尺內都聽得到 我聽的不會是撞擊核心音樂 到時候你看就知道了 或是你聽就知道了 那種尖銳刺耳的聲音 甚至能劃破空氣 請認真感受地板和牆壁 還有天花板充滿節奏的正響 將你像困在魚肚般的 先知約拿吞噬 哈利路亞 至於那些要我將飲料管小聲的請求 伊麗莎白我樹難聰命 我就是這樣寫程式呢 那我把死亡金屬管小聲 乾脆連興奮飲料巧克力 麥芽和工業事故影片都放棄算了 據我所知 我們在黑底色任務就是寫程式 死亡基礎是我的靈感 難道我真要在沒有靈感的情況下 幫助滅絕協定寫程式 麵攤麵攤 門都沒有 祝安好 崔維斯 這樣人家怎麼做事啊 對不對 戴耳機嘛 黑底絲協定 我是泰特 剛放了三手藍雕 那可是我應得的 蓋亞的行政權限實在 蠻極端的 我終於想出萬文醫師的解決方法了 補眠10到12小時也說得過去 對吧 在此之前我設計的每一個 串奪協定模擬都全軍覆沒 不是太嚴就是太鬆 太嚴的話 協定將蓋亞核心降低 當然她勢必得放棄主權 控制權落到黑底絲手上 但她會因此受到重傷 所以當然不可行 蓋亞得在黑底絲完成工作後 從此控制權 這是關鍵 所以得找到不讓蓋亞精疲力竭的解決方案 太鬆的話蓋亞只是假裝交出控制權 無論再怎麼模擬 星球改造系統和反向操作 都是由黑底絲發號司令 蓋亞直接躲在背景 默默的重複翻轉程序 及篡改搖側 隱藏干預的痕跡 透透摸摸 感覺好有個性 我發誓蓋亞 願意不擇手段延續生命 就算只是模擬植物生命也行 結果恰到好處的解決方案 是用防護程式 殼層格尼蓋亞 維持其完整性 然後將它從發號司令人位置請下來 黑底絲才能登上隊長寶座 嗯 燃掉再發揮效果了 所以我沒辦法說得很清楚 但我敢說一定管用 沒錯 燃掉再發揮效果了 我該上床睡覺了 明天再繼續 再見 原來那個 像小流芳 但居然是厲害的工程師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切零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